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小红书的一个开源项目 开源时间应该也不太长 上个星期 那么它主要的这个特点呢 主要是前两个 我们需要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它支持这个四个说话人 四个人的对话 呃时长呢是三分钟 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时长超过三分钟的话 那么就需要你去分段处理 第二个呢是语言的支持啊 支持这个英语啦中文啦日语啊 我们常见的语言基本都支持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 它支持这个方言 那么这个我们中文的方言比较多嘛 那它基本上都可以啊 我试一下 那么这个工具呢确实还是不错的 语言效果也不错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今天这个项目 首先呢大家需要下载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有点大 20.5G 大家自己下 下完之后呢 这个还是啊 我们双击启动就可以了 它这个加点模型的时间 可能是有一点点长 这个我们需要我们去耐心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它这个启动 好可以了啊 这边有个地址 我们来点一下 那么这个使用界面呢 也没什么太多可说啊 也都是中文 大家都看得懂啊 所以咱们直接来做例子 那么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切换语言的显示啊 它会变成英文界面 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没什么用啊 好然后我们来找两个语音啊 首先呢我们来找一个这个 这个啊 听一下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就这么一首诗啊 然后呢我们按照它提供的格式 大家看它是S1对吧 中扣号 然后里面有个S1啊 这个S是需要大写 然后我们把后面的文字打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呢我来输入一下 好床前明月光啊 一世地上霜 那么我就输入完了 然后咱们找这个第二个 说话人的这个语音啊 使用这个啊 填一下 房子非常破旧 因为年久失修 好我们同样的来输入一下这个文字啊 呃也是需要中扣号啊 S2 然后来输入这个对应的文字 那么就是 好输入完了啊 就这样 这个格式是不能错的 可是错了之后呢是没有效果的 那么这边呢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把这个格式啊 好这样 然后我们来找两段文字啊 这个文字啊 就这个吧 复制一下啊 好 然后再来找一段支持啊 德语啊 行就这个 然后我们点那个合成啊 我们先来等下这个结果 好出来了啊 我们来听一下效果怎么样 目前支持 四位说话者的三分钟 对话 支持英语 中文 日语 韩语 华语 德语 好 效果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个是两个人对话 那么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方言 看方言的支持度怎么样 这是一个方言的说话 听一下 对 这就是我万人敬仰的 太义真人 好 我们来把这个画一下啊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还是这个同样的话啊 然后再来点一下合成 好 出来了 然后听一下这个方言的效果怎么样 目前支持四位说话者的三分钟对话啊 支持英语 中文 日语 韩语 法语 德语 那么大家听到了啊 这个方言的支持度呢 还是非常不错了 非常的像 也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多语言 这个多语言 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 这一段 然后把这个先贴过来 找一下这个文字 这个呢 我们给它改善第二个 然后呢 这个 名言音色 好 这样的 然后呢 就是复制 稍微长一点 然后再把这个日语 然后来复制过来 这个是韩语吧 韩语也复制一段 知道哪吧 就这 稍微短一点 也太长了 那个生成的时间也得长啊 它这个项目呢 嗯 说实话效果确实不错 但是它这个优化还是差点意思 这个运行起来还是 还是这个 比较吃这个资源 然后点合成 我们看看这个 四个不同的语言啊 这个 它的效果怎么样 好 可以了 然后我们听一下效果怎么样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AI音色 不满意于其他模型 语言之词不够丰富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newly launched FireRed TTS 2 Randomな和射解词を 選択して補正できます そうだ 效果听着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大家有需要的话啊 只要大家有这个对话 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 那么这个工具呢 还是可以的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随机音色 其实这个随机音色就没啥说的 就这玩意儿 然后我们点一下合成 稍微这个语言短一点 稍等啊 好 来听一下效果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AI音色 不满意于其他模型 语言支持不够丰富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newly launched FireRed TTS 2 那么效果大家听到了 就这样 好 大家对这个工具有需求的话 那么可以下载一下 大家拜拜 拜拜